北京时间6月24日,远赴意大利集训的广州恒大,遇到了中超球队江苏苏宁,在间歇期两支球队都已经进行过了多场比赛,而两支球队也进行了一场较量。 最终广州恒大4比0战胜江苏苏宁,取得一场九雷的中超胜利,而在比赛中,外援阿兰打尽两立进球,本土球员黄博文与告林也都分别取得进球。 本场比赛,是两支球队的一场热身赛,也没有换人限制,在比赛中多次进行换人尝试新的战术演练,以及磨合阵容,不过恒大外援J马以及塔利斯卡并未登场。 而苏宁则由单外援特谢拉出战,其中苏宁小将黄子昌随国偶队参加比赛,并未跟随球队来到意大利。 在比赛中,停赛多时的阿兰,依旧状态出色,全场打尽两立进球,可以看到他的竞技状态有所提升。 而黄博文也取得了进球,告林也有进球,而通过晒出的照片,看到一向已帅气世人的卡纳瓦罗。 这一次在意大利的确是晒黑了不少,足以看出卡帅对球队的付出,球队目前的处境急需球员做出更大的努力。 毕竟这支球队此前有过无数的荣誉,而卡纳瓦罗再次回归恒大,也是为了证明自己执教的能力。 不仅在伐位的训练中,卡纳瓦罗以身作则带领着队员们,而在世界杯期间,他也组织全队看世界杯期间的热门比赛,希望借此鼓励队员们,能够在这样的氛围中,感受到这些为国家队拼搏的人,借此感染,这恒大队员,不得不说卡帅。 这一决定,真的令人感动,也希望这些国内顶尖球员,在比赛中打出士气,帮助球队重回巅峰,而国家队也需要他们,早日为世界杯做出努力。